議員來到臺中市議會門口 除了簽名還可以領到一份快篩試劑 因為臺中市民進黨及議員施智昌的助理確診了 雖然施智昌接獲消息後立刻居家隔離 並且進行PCR檢測 但國民黨團就認為施智昌前幾天 還有參加副總統賴清德主持的參會 當天不少的綠營議員都有參加 因此認為如果有參加這場參會的議員 應該要比照總統蔡英文自己隔離 不要來開會 不過民進黨籍的議員就認為除非施智昌 確診 否則其他議員沒有隔離的必要 民進黨籍的議員進行中午時也宣布 施智昌的篩檢結果是陰性 因此大家不必恐慌 但國民黨籍的議員還是強調 要等到下午衛生局正式公佈後才能確定